哈囉大家好,我們DoubleN的世界,我是Briant 今天呢要跟大家來看看 潘瑋柏Will Pan的手錶收藏 潘瑋柏其實是在晚錶人士,晚錶的世界當中 大家非常熟知的一位收藏非常厲害的藝人 他不管是在華人圈,甚至是在歐美圈 他們都知道在亞洲有一個明星叫做Will Pan 擁有非常非常多的手錶收藏 好,那廢話不多說,我們就來看一下潘瑋柏有什麼手錶吧 那因為潘瑋柏真的有太多太多的手錶了 所以我是挑了他近期佩戴的15支手錶 那這些照片的來源呢,全部都來自於潘瑋柏的個人IG 所以我就是從他的最上面開始往下滑 滑他近期佩戴的15支手錶 好,那第一支手錶呢,我們來看一下是什麼 第一支手錶是PP最近出的一支新的手錶 是在今年所出的,它的代號是5261R 那它是一個Aquanut 這個Aquanut比較特別,它是帶了月向跟年力的功能 然後它的大小蠻特別的,是39.9mm 最近PP很奇怪,很喜歡出一些好像女表又好像男表的大小 像一般Aquanut就是40mm,那不知道為什麼這支是39.9mm 但是你看呢,戴在潘瑋柏的手上,看起來大小也是非常OK的 所以就適合男生配戴的錶 那它是一種非常特別的藍綠色的錶帶配上藍綠色的牌面 這支手錶的配置有一些人覺得好看 有些人覺得會太複雜,因為它有月向又有年力的那些圈圈在上面 那我個人是覺得還不錯,我還蠻喜歡的 這種特殊的藍綠色配上玫瑰金是給人家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 是在PP的手錶當中比較少的顏色碰撞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還不錯 那由於這支手錶是剛上市,在世界上的純飾量還不多 所以說它的在售價格也蠻高的 它的市價是600萬台幣 那由於潘瑋博的手錶收藏,它的金額一定非常厲害 我們就放了一個這個金額的計算器在這邊 然後讓大家實時的更新看一下 這15支手錶加起來的total是多少 好,那來看一下第二支 第二支我們看到的是 喔,Rainbow Daytona 那這支呢,手錶代號是 Rolex 116695RBOW RBOW呢,就是Rainbow的剪寫 那這支手錶呢,我自己也有 然後我有開箱過 當然我有的版本 跟胖瑋博這個版本不太一樣 我是16599 是白金的Rainbow 然後如果大家還沒看過那支開箱影片的話 可以點選這邊去搜尋去看 好,那胖瑋博這一支Rainbow呢 是非常非常厲害的Rainbow 因為它是玫瑰金的 它是新版的Rainbow 而且它是滿鑽的Rainbow 它在這個彩虹圈之外呢 它的這個表面以及錶帶上都相滿了碎鑽 這個是Rainbow Daytona的最高配置 然後這支手錶 我記得周杰倫也有一支類似的配置 但是我記得周杰倫的錶帶上好像沒有相鑽 那潘瑋博這支就是滿鑽的 就是一個最頂配的彩虹Daytona 那它的售價它的市價呢 大概在1600萬左右 是比比較速的彩虹Daytona 或是只有面試滿鑽的Daytona 要貴上許多 然後它是新版的 所以說它的這個石標呢 也都是彩虹寶石 呼,很厲害很帥的一支錶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三支 第三支呢可以看到的是一支Rainbow 然後它近期還滿常佩戴的 那這支Richard Mill它的綽號叫 Richard Mill Smiley Face 那它的這個代號呢叫做RM88 就是88號 那它是一個限量50支的手錶 非常非常的稀有 這支手錶呢 應該也是我最喜歡的Richard Mill之一 但是它非常非常的貴 那它上面呢就是有一些Emoji的圖案 像有笑臉啊 然後有鳳梨 然後還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圖案 好像還有彩虹啊 什麼在上面 然後它上面還有一顆駝飛輪 那這支手錶它就是要 傳達一個滿正面的概念 Richard Mill做這支手錶 就要創造一個有趣玩味 然後開心的一個感覺 我覺得呢 勞力士也是被這支Richard Mill啟發 所以說在今年的時候也推出了一支 有Emoji的Day-Date 就是Day-Date 36 Emoji出了三個顏色 那這支手錶 剛剛有講限量50支 而且非常非常稀有 擁有它的人都很厲害 像飛董 Farrell Williams 我記得他也有一支 那這一支的試駕呢 我給我查了一下 大概在1億左右 1億啊 1億 非常非常的離譜 一支手錶就1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四支手錶 第四支手錶這個角度 有一點不是很清楚 但我放大來看之後呢 我覺得應該是前陣子推出的 Yamester 42 226679 TBR 那這個226679呢 你在官網上看的時候 就覺得它就是一支 普通戴鑽的手錶嘛 但是我個人是看過食品 我覺得食品啊 還有上手是蠻漂亮的 那它的面盤是沒有戴鑽的 它這個版本是只有 表圈的部分有一圈方鑽 那那個方鑽切得還蠻大顆的 你實際上看會覺得 還蠻尊貴 蠻貴氣的感覺 那這支手錶呢 它因為是Yamester 1的表型 所以說它並沒有到有太高的吵架 雖然它算是稀有的鑽石寶石款 但是其實並沒有到非常非常的熱門 它的價值大概在 330萬左右 它的原價應該是260-270 所以說以這種稀有款來說 它的吵架其實並不高 好再來下一支手錶 也是一支稀有鑽石的錶款 但是是來自於PP 是香滿方鑽的5980 那這支手錶的代號是5980 slash 1400G 這支手錶非常的特別 它就是一支5980的機殼機芯 架上了非常非常多的方鑽 它在這個表圈的部分是方鑽 然後它的鏈帶的中間也都是方鑽 鏈帶的側邊是鑲滿了很多 圓形切割的碎鑽 所以說整支手錶 非常非常的bling 又很貴氣 它有碎鑽那種閃亮的效果 也有方鑽那種大氣大方 用容滑貴的感覺 這支手錶非常非常的厲害 也很稀有 那這支手錶在這個Chrono24上面 很多人都開價很誇張 什麼六千萬七千萬 但是我印象當中在Phillips拍賣會 今年的時候有拍出一支 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價格 那當初拍出去的價格呢 是兩千萬台幣 所以說它的市值呢 就差不多在兩千萬台幣左右 好 再來下一支手錶看一下 這支手錶呢 你遠看的時候 你可能會以為它就是一支PP的5711欄面 但是如果你在放大看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的日期顯示窗 你就會知道 這支呢 是一支PP的5726 Slash EA不鏽鋼的錶款 它是有年曆以及月項的功能在上面 那這支手錶呢 在PP鸚鵡螺當中 其實算是一支比較被小看 被Under Value的手錶 它的吵架呢 不像其他的鸚鵡螺 5980 5990 571 5712等等的 這麼的貴這麼的高昂 所以說我覺得 如果你想要買一支鸚鵡螺 然後帶有一點複雜功能的話 它可能會是一個CP值偏高的選項 那這支手錶呢 它的市價差不多是在 370萬左右 然後它有一個很漂亮的藍面 而且有一個非常舒適的 不鏽鋼錶帶 所以我覺得 這支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那我們看一下下一支手錶 哇 韓偉伯吃個鐵板麵 也要帶一支這麼帥的手錶 那這支手錶呢 也是PP最新推出的 熱騰騰的新錶 它是5712 1R 那聽到1R呢 就知道是全玫瑰金 這個5712呢 是帶有動力儲存 以及月項的功能的一支鸚鵡螺 那這支鸚鵡螺呢 在早期它比較常見的版本就是 不鏽鋼啊 然後還有玫瑰金配上皮帶的 它是沒有一款玫瑰金鏈帶的手錶 那玫瑰金鏈帶的手錶 一直以來都在PP的系列當中 是非常受歡迎的 所以這支一出的時候也大受好評 大家覺得 哇 這支手錶實在太美了 因為它有玫瑰金的錶身以及錶帶 再加上這個咖啡色的面盤 整體的融合 整體的顏色搭配 非常非常的好看 像我自己也是一個很喜歡玫瑰金 加上咖啡色面盤的這種組合的一個人 我覺得這樣的搭配很和諧很優雅 蠻高級的感覺 那所以說這支5712一出來的時候呢 它的吵架就非常的瘋狂 這支571212呢 它現在的價值是大約650萬台幣 好 哇 下一支 這支呢 是在我自己很想要收集的手錶清單當中 那這一支呢 是AP的Royal Oak的Perpetual Calendary 就是萬年曆的Open Work 也就是鏤空的這個萬年曆 那這支手錶的代號是AP26585CE 那這個26585CE呢 首先它的第一個特點 就是我剛剛所提到的 它是一支萬年曆的手錶 AP萬年曆的手錶呢 其實是很多表界 愛表人是公認設計最漂亮的萬年曆 然後再來在這個萬年曆之下呢 它是一個鏤空的表面設計 那AP的鏤空像15407等等的 都受到市場的喜愛 而且市場的認可 更不用說是萬年曆加上鏤空的版本 而且在這個萬年曆加鏤空之下 它又是一支全陶瓷的 那全陶瓷呢 在AP當中的地位 相信就不用我多說 他們在陶瓷硬度這麼高的這種材質上面 去做完美的拉絲 真的是非常的令人佩服 而且相較於貴金屬的手錶 它是非常的輕 非常的舒服的 所以它是兼顧顏值 以及時代性的一支豪錶 那這支手錶呢 也不用說自然它的這個 再售價格也是非常高的 它現在的價值呢 大約是在1100萬台幣 好 再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潘瑋伯在彈鋼琴 那他所戴的是一支Richard Mill的手錶 那這支Richard Mill你乍看之下 你可能會覺得 咦 看不太清楚它是戴什麼手錶 但是我又放大又放大又放大來看 我就發現它是一支白色的手錶 然後加上了一個Baby Blue的這個錶罐 然後我就去瞭解了一下 我就知道 喔 這支手錶呢 是RM 35-03 它是Raphael Nadal 就是拿道爾的聯名款 它在中間這個鏤空機芯的部分 可以看到一個很像X的設計 就是這支手錶非常標誌性的一個機芯配置 那這支手錶我個人覺得很好看 就是白色加上Baby Blue 是一個很夏天 然後很清爽的配色 那這支手錶呢 既然是強強聯名 自然也是不便宜 它的價格呢 是在一千五百萬 好 再來再看一下 第十支手錶 第十支手錶呢 也是一支非常熱門的手錶 然後可以看到 它是一支鸚鵡螺 然後也可以看到 它有兩個圈圈 所以看到兩個圈圈會想到什麼 沒錯 我就是5990-ER 它是全玫瑰金的5990 這支手錶呢 深受一些壯漢的喜歡 因為5990它是整個Nautilus系列當中 我覺得應該是最後的存在 因為它的功能的關係 所以說它是一個比較厚實 它的這個側邊來看 它會比較高比較厚 所以很適合各種壯漢去配戴 因為像5711啊 這些功能比較少的錶款 它其實是非常薄的 很多壯漢帶起來 就會覺得分量沒有那麼足 那這支5990-ER呢 它的這個價格是在 七百五十萬左右 抄價非常的高 那它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玫瑰金 加上一個非常漂亮的藍面 好 再來看一下我們潘偉博在打電動嘛 它在打可能XBOX 沒錯 那它帶了一支比較casual 終於價格稍微比較親民的手錶 剛剛前面的手錶都很瘋狂嘛 那它帶了一支勞力式的Day-Date 那這支Day-Date也跟一般的Day-Date不太一樣 它是帶了一支綠松石的Day-Date 那這支的代號呢 是128238 然後綠松石 128238其實就是代表了36mm的這個Day-Date 那這個Day-Date有很多種變化 那它帶的是綠松石的版本 照片上面隱約看得到它外圈的狗牙圈 所以你可以知道它的外圈是不帶鑽的這個版本 算是綠松石的基礎款 那這個綠松石的上面它的數字呢 不是一般的數字 它是羅馬數字 然後有幾個羅馬數字上面是相有鑽石的 那這支手錶我個人也很喜歡 它是一個非常適合男生以及女生配戴的 而且你可以發現36mm的錶 在潘瑋柏的這個感覺 它的萬周應該至少有18公分左右 看起來也不會到太小 看起來佩戴起來的效果還是蠻好的 那這支手錶呢 它目前的價值是在210萬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牛仔裝的潘瑋柏今天帶了什麼錶 好這支手錶其實蠻容易看出來的 因為它的這個橘色錶帶 如果有在關注PP Aquanon海底探險家的朋友 看到這個錶帶應該就知道這支錶是什麼錶了 那這支手錶呢 是5968A的海底探險家 那它最特別的就是它的橘錶錶帶 這支手錶呢 剛剛有講到是5968A嘛 所以它是一支不鏽鋼的手錶 那這支不鏽鋼的手錶 是在Aucanon不鏽鋼系列當中 最稀有產量最少的 為什麼產量最少 我也不知道 但只有大家的經驗 在市場上的判斷 這支手錶它莫名其妙就是出的最少 PP也沒有特別講 為什麼這支出的特別少 但是這個橘錶錶帶就是最少的 所以說它的需求也最高 所以說它在5968A 這個不鏽鋼的5968系列當中 炒價也是最貴的 它的價格呢 是在420萬左右 哇 一支不鏽鋼的價格要420萬 真是非常的驚人 其他的 同樣大概的5968 應該差不多只在280-290左右吧 對 然後就算是貴金屬的5968的炒價 應該都是在350-360萬左右 所以我們潘瑋柏呢 要買就是買最稀有的 好下一張呢 它是帶了一支RM 因為我本身對RM比較沒有那麼熟 所以這支錶 讓我查了一段時間 我才查出它的型號 但是我覺得我查的應該沒錯啦 如果有錯的話 各位可以再糾正我一下 那這支手錶應該是RM65-01 那麼這支手錶是搭載著 追真計時這個功能的機芯 然後它應該是碳纖維所打造的 那這個手錶比較容易看到的特色呢 就是它是黑紅相間的配色 然後我是從它的錶帶 加上它的黑框 然後還有黑框裡面有這個紅色的內裡在裡面 然後加上它的這個錶冠有紅色 去判斷它應該是一支RM65-01 那它這個追真計時是一個 比一般計時更複雜的功能 它會有兩根這個秒針 你可以同時啟動去做不一樣的計時 那這支手錶它因為是複雜功能 所以它的價格也不便宜 它的價格在1300萬 好那再來哇 又是一支非常稀有的手錶 那這支手錶呢 我個人也覺得蠻喜歡的 只是我會比較喜歡它白金的版本 但是我也沒有 所以說我也沒得選擇 好那這支手錶呢 它是AP的15412BA 那這支手錶你們可以看到照片裡 它就是一支鏤空的 一支Rainbow 然後加上雙金的手錶 所以它是集了AP一些比較特別的元素的手錶 它有彩虹圈 它有這個15407的鏤空 然後它加上黃金的雙金在上面 那這支手錶呢 它有兩個尺寸 一個尺寸呢 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41mm 然後另外一個尺寸就是37mm 那依照這支手錶在潘偉博手上的感覺 它應該是41mm的 所以說這支手錶就是15412 那這支手錶非常非常的稀有 也很少見 那它有黃金的版本 也有白金的版本 我不太確定有沒有玫瑰金的版本 我好像還沒有看過 那這個黃金的版本 戴上去是非常的顯眼 非常的耀眼 那也蠻適合潘偉博 他身為藝人 身為一個rapper的身份的 那這支手錶 它的市場價自然也不便宜 它的市場價大概是在1500萬左右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第15支手錶 也就是最後一支手錶 最後一支手錶呢 我們來以一支稍微低調 但又很棒的手錶來做結尾 那這支手錶也是一支鸚鵡螺 但是它是鸚鵡螺的家庭系列當中 最複雜的手錶 它是超薄萬年力 好萬年力就是三大複雜功能之一了 所以它把這個萬年力 加到這個鸚鵡螺上面之後 就自然而然的成為了 最複雜的鸚鵡螺 那這支的代號呢 是PP的5740 Slash 1G 那這個5740呢 它是白金的 所以是1G 那它呢 平價也是正反蠻兩極的 因為大部分人 最喜歡的鸚鵡螺的 貴金屬顏色是玫瑰金 或是更早之前有出過黃金的 所以這個白金加上大複雜的功能 不一定是每個人的首選 但是它在市場的價格 以及市場的地位 依然非常的高 因為它就算是 鸚鵡螺原價天花板的存在 那它現在的市場價格呢 是在730萬 所以說以這個炒價跟原價的比例來講 我個人也覺得這支手錶 相對的算是CP值挺高的 因為比起5980 它的價格算是在兩個的中間 然後它也是貴金屬 也是萬年利 好啊 以上呢 就是潘瑋柏的近期所佩戴的手錶 他的手錶收藏 那潘瑋柏我覺得 我應該可以做非常多集 可能可以做兩集三集四集等等的 我也不知道 但是這一集呢 麻煩小幫手把這一集的所有價格加總 然後放在這邊 我相信一定是一個非常驚人的價格 因為光是RM88 那個Smiley Face 一直就一億了嘛 好 那你們可以在下方留言區告訴我一下 你們覺得潘瑋柏的手錶厲不厲害 我個人是覺得 他有太多太多 我心目中的夢幻錶了 看了真是覺得貪為觀止 好啦 在留言區告訴我一下 你們還想要看一下 誰 哪一個名人 還有誰的手錶收藏 那麼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男生 閃難 籏 貝